他洗澡时剔开双腿 胯下镜钻出一只帅气的男人 因为无意间捡到明昏红包 俩人就此开始了天定姻缘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叫Suke 叫老公 Suke 小毛是一只记仇鬼 阿姐很快就遭到了暴霍 来到街上疯狂热舞 全然不顾景观的目光 转转跳跃不见 真小看不见 你沉醉了没 不要跑 站住 干什么 那个不要这样玩会坏掉 好厉害哦 热舞过后 小毛离开了阿杰的身体 阿杰神情恍惚 这才发现自己毫无证明 阿杰找到法师 请他立马把小毛抄赌 大师随即算了一挂 天一不可遇 他面都是天主 你跟他前世 有一段很深刻的感情 什么感情啊 你上辈子是他养的狗 为了尽快摆脱小毛 阿杰决定帮他完成遗愿 以后不要再乱复生了你 法师后要我回来 好好给你上香 叫我什么 老公 大声点听不见 老公 再大声一点 老公 再大声一点 老公 上辈子也是我的狗 要不要试试看 你有没有前世记忆 干你啊 这是你的狗 为了完成小毛的心愿 阿杰直接捐款三千元 随后来到小毛的家 借着看望奶奶的名义 删掉小毛与前男友的照片 可他翻遍房间 也没找到手机 转头一看 居然在小毛父亲的手里 嘿 Siri 密码是几乎 阿杰成功骗到手机 删除了所有照片 回家的路上 小毛提出最后一个愿望 他想去看望生前的男友 两人来到门前 小毛口中满是关心 下一秒房门打开 男友竟有了心欢 两人亲密地举动 伤透了小毛脆弱的内心 他满眼泪花 转身穿过墙跳了下去 两人走到楼下 小毛父亲已再次等候多时 他拦下阿杰 请求他为儿子申冤 随后拿出一打资料 递到了阿杰的手里 之前小毛想要结婚 父亲态度坚硬 然后他们大吵一架 小毛气冲冲地跑出家门 给男友打去视频 刚走上马路 就被一辆豪车撞飞出去 现在唯一的线索 只有视频里拍到的一只脚 隔天阿杰站在路边 想起了当天停在对面的车子 行车记录仪可以完整拍到 碰巧车主前天刚被带捕 不巧的是 罪犯刚被小混混打死 线索直接中断 随后阿杰跟踪另一辆汽车 肌肉男背包下车 来到了同性恋酒吧 阿杰只好跟了进去 怎么这么早回去啊 不如 请你喝一杯 为了抓住线索 阿杰忍痛跟踪壮汉 两人正在车内观察 锦花竟直接坐了上 你在干嘛 你猜在干嘛爸 你没说什么那么巧吗 原来肌肉男是独老大的手下 这里正是他们的老巢 周围已经下好了埋伏 准备将窝点一网打尽 随后锦花乔装上前 小毛趁机钻入墙中 随即焦急地报告信息 你猜 里面在狂造东西 里面有人在狂造东西 里面有人在狂造东西 哎 干 因为小毛捣乱行动失败 阿杰被队长撤销了职位 他向着车子踹去 阿杰调出视频 目睹小毛被撞飞的全场 肇事者正是黑老大 阿杰带着证据找到解花 很快召集了刑警出动 可黑老大早已逃之夭夭 小毛得知凶手后已然安心 前来与男友告别 可男友本就没想与小毛结婚 只是把小毛当成玩物 我想结婚为什么不冥想啊 不想伤害他 杀小啦 我到底做错什么 或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是他不够好好不好 小毛独自坐在湖边 阿杰随后坐下 温柔地安慰小毛 为报答小毛上辈子的养育之恩 下辈子换阿杰养他 谁要你养啊 你才是我的狗咧 小毛遗愿全部完成 随即与阿杰告别 飞上天空赶往投胎之路 阿杰终于可以自赢 他刚打开电脑 就听到卫生间传来一响 镜子上竟出现了数字 小毛带来消息 称队长是独组织安排的卧队 让阿杰去阻止他们的交易 两人飞奔到码头 现场已经满是客气 阿杰悄悄潜到队长身后 质问他为何出卖警局 队长当即否认 并说是景花给出的消息 此时独老大突然现身 他掏出手枪指向两人 局面陷入僵局 景花这时出现 掏出手枪要挟两人 景花一直卧底在警局 每次计划都是他在通冲报信 有了景花的掩护 独老大当即溜走 队长刚想打他 就被景花打晕过去 独老大正在庄前跑路 转身递给景花一把美金 作为他的酬劳 原来景花的母亲 十年前死于独老大之手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仇 景花随即抢走了所有的钱 独老大找到两人 逼问景花的去向 听闻景花跑路后 直接掏出枪要了解两人 小毛闹着魂飞魄散的风险 附身到黑老大的身上 随即捡起钥匙 为两人打开了手铐 这时支援赶来 小毛离开黑老大的身体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枪打中的要害 双方立刻厮杀起来 眼看阿杰就要坚持不住 小毛及时上前佩服 解决完全部敌人 小毛的身影已经非常淡薄 而黑老大又站起身 阿杰的鲜血不停地流出 马上就会命丧黄泉 不巧遭遇了大堵车 小毛闹着魂飞魄散的风险 附身到骨骑 劈开了通往医院的道路 阿杰在医院醒来 看见坐在一旁的小毛 身影异常淡薄 这时小毛的父亲赶来 他非常感激阿杰 找到了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 并向阿杰坦白 后悔没把真相早点告诉儿子 他并不反对儿子同性恋 而是早就发现 对方出轨的事情 小毛听到两人的对话 满是释然 顿时泪如雨下 至此再也没有了遗憾 身体也化作点点灵星 缓缓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